HELLO 大家好,我是天堂M大不提的小编 那相信如果有玩过或者是听过日服玩家讲的话 一定会知道日服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功能 那这个功能在台韩服目前来说都没有正式公开过 那日服的这个功能呢就是所谓的离线挂机 好,那这个离线挂机功能我们先来看这个画面 好,画面上这只妖精是我目前的这个日服的角色 好,看到这个日文字旁边的界面都是日文就知道了 好,那再来呢,我只要按下上面的这个洪水的选单 然后去选择到这个离线挂机的这个按钮 就是像个这个链条 好,像锁链的这个按钮按下去之后 它其实就是锁定这个离线挂机的这个状态了 那这时候你可以离开游戏 然后不管你离开了多久 或者是在里面做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游戏它都不会中断 它还是会持续的在里面练功 当然如果你被打死的话 那是另外一回事 好,但是在最安全的状况下来说 它会持续的自动去帮你练功 比如说如果你可能在这个试炼副本里面 它也会自动去进行 那如果你在这个野外打怪的话 它也会持续去进行 那不会有任何这个死亡 好,除非你的水不够了 那当然它除了打怪之后 它当然不会有任何的补给 好,不过重点是这个功能可以其实可以帮这个玩家 你可以暂时的离开这个游戏 去做你手机里面想要做的事情 比如说你可能是接个电话 或者是看个影片 或者是找一下资料 传个mail都可以 好,那这个设计其实就非常方便了 可惜啊 目前台韩版都没有这样子的设计 那我相信很多玩家当初在看日版的这个功能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真的非常非常的羡慕 好,不过现在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 小兵已经发现了 韩版跟台版现在其实已经偷偷的在进行这件事情了 当然我不确定官方会不会把它正式公开 或者是最近就把它正式公开 这个还不确定 但是我已经实验过了 目前你在台版韩版 就算你在挂机的情况下 你只要离开游戏就是按Home键 或者是按这个首页键 回到主画面 游戏它不会中断 以前的这个设定 你只要离开大概一分钟或者是30秒左右 回去游戏的时候 它就会跟你说连线中断 但是现在你可以去实验看看 好,它已经不会中断了 那为了证实小兵讲了这件事情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画面 好,我们直接看一下台版 台版如果有的话 韩版一定有 那其实两边我都试过 我用台版来跟大家讲 那现在你们看到的画面 我是在这个 抛弃之地里面 那是用自动进行副本的这个功能 来让它自动打怪 好,那我现在离开这个游戏 那在离开的途中呢 其实我去做了一些 比如说待机啊 或者是这个 看其他的这个APP 我开的是Google Play商店 好,那看一看之后呢 我再回去到这个游戏 你会看一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好,回到游戏了 这样子来看 其实你会觉得说 诶,这个人物是不是好像没有动 但是其实你再注意一下它的帕数 它左下角的经验值其实已经有变动了 那打的怪看起来是不止一只 好,那当然右边的技术的话 它这个是跟打,呃,跟你在挂机实际上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好,那技术我们不理它 好,光是经验值的部分就可以让我们证实说 这一件事情是确实存在 而且你现在看到的画面只是一瞬间 但是我在试验的时候 我测了五分钟 将近五分钟 好,将近五分钟回到画面的时候 其实它并不会断线 只会有一种状况就是 你会发现旁边的这个角色 旁边的一些人物NPC啊 开始移动很快 但是你的本身呢 是不受影响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日服 它拿到奖励的时候是这样子 你回到游戏的时候 它会跳一个画面给你看 好,告诉你说你在这段期间拿到什么奖励 那当然台版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功能 台版当然也没有这样的设计 不过我只能跟大家讲说 这个功能是存在的 那再给大家第二个非常有利的这个证据 好,为什么我会这么笃定的说 台版会推出这个功能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一个游戏里面的UI图 就是我们从游戏的这个档案里面挖出来的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里面是不是有出现了跟日服一样的这个锁链的图示 还有就是锁链启动跟没有锁链的时候这个灰色的图示 没错,这个就可以证实了 这个事情即将可能在未来的台版韩版发生 只是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导入 所以如果你是手机玩家 内怪玩家 甚至说你即使是模拟系玩家 你在外面玩游戏 想要切出去这个游戏以外的地方去做其他的事情 再回来游戏的话完全没关系 好,以后的这个设计会让大家轻轻松松的在外面都可以用手机挂机 然后中途离开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好,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 终于啊,我们在日版以外的地方 也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存在了 好,那希望早一点出现了 这个功能我相信台版或者是韩版的玩家 其实都会是非常期待 终于不再只受限于只有日版才有 好,那这个影片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如果觉得这个影片不错的话 记得帮小编按赞分享 我们会分享更多有趣的这个游戏事情 或者是一些游戏玩法攻略 还有一些特殊的资料给大家 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